這就是身為一個塔羅牌師 VS遊戲達人的對決喔 今天這個遊戲達人打不開的 沒名字了喔 OK啦 沒毛病啊各位 究竟是資深的遊戲達人實力堅強 還是神秘的塔羅牌師神奇妙算 好我們今天用塔羅牌來實測一下 看看我先打愛爾登法環的女武神 會發生什麼事 好我現在來洗牌啊 這種未知數的東西對不對 好簡單來講啊 我不想去承認這個牌翼 但是我看起來是這樣啊 就是我已經做好完全準備了 身穿鎧甲 甚至騎了戰馬對不對 但是會寫流稱和 然後女武神的第二階段應該是會打到 應該很多紅色這個嘛 代表第二階段會打進去很多次 打很多次這個我也覺得理久當然 因為我已經之前的話 已經都是可以打到第二階段 所以第二階段很多次 可是這匹黑馬它是停在原地 它是沒有奔跑的 我也不曉得 幹我很努力耶 為什麼 我覺得好像 第二階段應該打不過 那看起來很準 這個是什麼你知道嗎 這就是身為一個塔羅牌師 VS 遊戲達人的對決喔 今天這個遊戲達人啊 打不開就 沒面子了喔 我沒辦法耶 我自己看這個牌面它 你知道嗎 這種塔羅牌很玄對不對 我們今天一定要 逆轉命運 欸我講過了 塔羅這種東西是參考 當你知道你可能是這樣的命運的時候 對不對齁 我相信 命運是掌握在自己手裡的 今天 我們就要用 用我們的 實力 去證明遊戲達人 是可以 破解 命運的枷鎖 沒錯 我命 由我不由天 告訴大家 其實命運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裡的 這就是我一直以來 所做的事情 對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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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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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有天分 哈哈哈哈 我真是有天分啊 哈哈哈哈 欸 沒事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我還活著 我還活著 沒事啦 做節目效果啦 用件洶樱 等一下 我已經躲到背後 還是 velocidade ciamo... 冷靜 你 冷靜 有意思 有意思 奇怪怎麼會撞 太慢了 完蛋 卡 卡牆壁 這個有個卑鄙的 再來啊 再來嗎 你想回多少血啊 不給你機會啦 除非你有本事 你用小雞啄米 有本事你就小雞啄一波啊 來 來啊 小雞啄一波 小雞啄米 小雞啄米 你會忘記 大雞啄米 秋啄米 是嗎? 是不是?我是不是說今天會常常進入第二階段? OK啦,沒問題啦 能定勝天 沒問題啦 沒問題啦 各位 我 準備過去吧 各位 冷定升天啊 各位 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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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 tighten 我说什么 人、定、圣、千 一过七 刷过去 是不是 可是 相信一件事情 命運 是掌握在自己的手裡的啊 各位 欸 這樣好像 這樣好嗎 啊 在原地的啊 在原地的 我只要待在這邊就是在原地 我不要離開這邊就是在原地啊 對啦 欸 那我 我只要待在這邊不動了 我的塔羅牌就很準了 我是很聰明 嘿嘿 厲害吧 對啦 時間差不多我要休息了 對 我只能待在原地離開遊戲 OK啦 沒問題啦 喔 今天我們證明了什麼 人定勝天之外 再來這個塔羅牌 非常之準 如果喜歡今天的頻道的話 請記得右下角跟訂閱右下喜歡 訂閱旁邊的按鈕 隨時可以收到百姓一炮雙翔 的消息 我們下次見 掰掰